八岁的小丫头为了臭美 居然趁妈妈一群不在 悄悄顺走了她们的化妆品 这么多臭美的化妆品 除了口红 其他的我一个也不认识 应该先用哪个呢 还是用口红吧 我要涂一个大红嘴唇子 小宝说爸便挑了一只大红色的口红 在嘴唇上胡乱地涂了起来 我的妈呀 太辣眼睛了 不行 我给自己画不知道美不美 去找哥哥一群做个实验吧 小家伙拿着一堆化妆品 转头就朝主屋跑去 正好在途中碰到了六个双胞胎哥哥 哥哥一群 你们看我美不美 像不像小淑女呀 哥哥们瞅了瞅她的大红嘴唇 又看了看她手里的一堆化妆品 顿时吓得不轻 小四哥沈辰县急忙问道 妹妹 你这些东西里面 好像有你似妈妈的吧 老实交代 身后的小六哥沈辰东 伸长脖子仔细一瞅 也被吓了一大跳 妹妹 你是不是也动了沈浩老婆的东西呀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你们别管是谁的 我问你们 我像不像臭美的小淑女啊 在小宝眼里 只要家里没被明令禁止 不许碰喝被锁起来的东西 这都不叫偷 这叫拿来用一用 比如二爸爸的剃须刀 经常被他顺来剃宠物的毛 听两个棒吹哥哥这么一问 其余四个同样脸色大变 大事不妙 这下完蛋了 沈于老婆和沈浩老婆的化妆品碰不得呀 要老命了 为什么呀 四妈妈五妈妈每天都臭美 我也是女孩子 也可以臭美的呀 妹妹 我妈的化妆品可是她的命根子啊 上次我玩了一下 结果我们六个全都遭殃了 七哥你还说呢 老妈气头上分不清我们的脸 干脆六个一起揍了 你干的坏事居然让我们当背锅侠 这事还没找你算账呢 嘿嘿嘿 小家伙们是被揍出心理阴影了 那俩老妈只要一生气 才不管分不分的亲儿子的脸 全部逮住就是一顿收拾 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 但从来不舍得揍小石宝贝 妹妹有错那都是各个一群的错 没带好妹妹 这次小宝居然顺走了所有妈妈和奶奶一群的化妆品 这六个小棒锤估计得被老妈和奶奶们混合多打了 小沉慕第一个准备开溜 兄弟们 我两眼一抹黑 感觉黑锅要砸下来了 告辞 我去方家避避风头 等一下 我也去 我去找方家的几个臭弟弟玩 两个大的跑了 四个小棒锤也纷纷准备撒腿跑路 妹妹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不知道 四个五个等等我 几秒钟时间 六个棒锤哥哥呲溜一下全开溜了 小狮狗子嘟着小嘴在后面扯着嗓子喊道 哥哥你们别跑啊 还要拿你们练手呢 全跑了我找谁练手去 太爷爷和爷爷一群都老了 化不出效果了 可惜家里没有姐姐和小妹妹 只有一群男士赝品 不过 没关系 反正哥哥多 还有三个在家里呢 小宝抱着化妆品急忙去了主屋 此时大厅里 老二和三小子坐在沙发上看动漫 大哥沈臣一躺在沙发上 脸上蒙着一本书 不知道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哥哥 我帮你化个妆好不好呀 可以让你变成帅哥的那种哦 男明星们都是这样化的 不好 找你二哥三哥去 别打扰我看书 书都蒙脸上了 看哪门子书呀 你是在偷懒睡觉吧 一边玩去 哥现在没空 被金哥无情地拒绝后 小狮狗子拿着化妆品 提颠颠地来到小二哥和小三哥跟前 笑名利地开口说道 二哥三哥 我帮你们化个妆好不好呀 让你们变成大帅哥 比男明星还帅 此话一出 两个哥的反应相当强烈 几乎一口同声地拒绝道 不好 一边玩去 小魂球见他们态度如此坚决 立刻拿出了杀手锦 小嘴一嘟 张嘴咆哮道 哪有你们这样做哥哥的 别人家的哥哥都可以当模特 让妹妹练手学化妆 我不拿你们练手 怎么能学会臭美 把你们化漂亮了 我以后就可以给自己化妆了 难道你们不希望我变成臭美的小淑女吗 此话一出 星哥沈臣一顿时头冒黑线 忍不住吐槽道 妹妹 你敢摸着你的良心说 化了妆我们会变帅吗 妹妹 我已经很帅了 再帅就影响他们的自尊心了 你折腾他俩吧 要实在不行 我帮你把456789给你逮回来吧 不等小三哥开口拒绝 使狗子贬着小嘴走到他跟前 这小模样别提多可怜了 三哥 你最疼心性了 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让我练一下手 我保证给你化得比大哥二哥还帅 好不好吗 套路不够演技来凑 一见妹妹看上去马上就要哭了 小淑站一秒败下阵来 当场就投降了 好了好了 妹妹别哭啊 三哥给你练手 这脸我不要了 你拿去 放马过来吧 好耶好耶 还是二哥最好了 最爱我了 我也最爱二哥 这话大哥二哥就不爱听了 立马张嘴问道 妹妹 我是外面捡来的吗 妹妹 二哥对你还不够好啊 难受相忽 哼 脸都不借给我用一下 不好不好 于是乎 沈沉默第二个投了详 这脸今天小二哥也不要 这咋还拉上仇恨了 来来来 二哥的脸也给你糟蹋 这可是全家最帅的一张脸啊 够面子了吧 够爱你了吧 小二哥同意后 小宝立马变了脸 笑眯眯的拍起马屁来 面子可大了 二哥你的脸不但最帅 而且还最大最圆 我一定给你捣翅的像个小白脸一样 唉 这下就剩清哥沈沉默了 两个弟弟都同意了 他要再不答应 小宝真要跟他分手几个小时了 于是有气无力地伸着脸说道 给给给 国际象棋冠军和围棋冠军的脸 也拿去获获吧 哥怕了你了 这下小时狗子可乐坏 接着给清哥灌迷魂汤 哥哥你也是最帅的 最爱小宝了 我保证给你换一个臭美的帅脸 小宝刚准备动手 三个哥哥瞅了瞅他的大花脸 一口同声地说道 脸可以随便给你糟蹋 但你这大红嘴唇子 我看看就不必了